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来想说今天有一个神秘的女人领着我跟文道 她就在这 多神秘了 一个角落 我本来还想说 我说我跟文道这次到台北 其实我们是有目的的 还是有私心的 我们的私心就是要找我们这位失散了的 女友 女友 好妹妹 没结成婚是吧 我老爱提这个事 宝爷 好 宝爷 你要说是她说的跟真的似的 说咱们俩来她特别的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表达 表达跟我们的关系 因为之前比方在录影我们都是在香港 或者是在北京 我总觉得我是去你们家 去你们家那种感觉 现在因为我常住台北 虽然很多人觉得我是香港人 但其实我常住台北 你们突然来我家了 我整个觉得好轻松 好开心 好欢迎 然后好希望告诉你们这里有多好玩 然后我家有多漂亮 我们家里的人有多好 这像是台北市长郝龙斌说的话 我不是 台北城 我觉得你的家是你自己在这个城市里感兴趣的地方 所以今天宝宜领我们说 他说台北市有两个地方是最好的 你们一定要去拍 第一个地方我不会带你们去 现在咱们是在第二个地方 他常来消磨时间的这么一个书院 那么至于第一个地方 为什么不带我们去 邀请你来说一说 五彩队都知道你住哪 你要我们神游一下 那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不是 他其实是一个社区的小巷道 虽然小巷道 大概也有四线的车道了 然后我不讲街名可以吗 请让我保留这个街名 周杰伦楼下我们都去了 孤岭街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全台湾都知道 因为那条街呢 其实是台湾还挺有名的林营大道 就树很多 附近的公园也很多 是一个社区 居民的社区 当然它也有小小的商业区 大安森林公园吗 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呢 那条街呢 最近开了 新开了很多的咖啡店 然后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 小小的咖啡店 比方说它有咖啡店呢 是 我记得那条街的第一家咖啡店 是一个电影 因为一部电影 而成就那家咖啡店 是因为那个电影 是在一个咖啡店发生的故事 所以导演呢 就开了一家咖啡店 然后电影拍完了 咖啡店还留在那 所以喜欢那部电影的人 还可以去那边喝喝咖啡啦 看看那个场景啦 跟你主角坐同样的位置啦 这是第一家 然后陆陆去 开始开了很多家了 比方说它对面呢 开了一家 是给小朋友 就妈妈可以带小朋友去玩的 就因为很多咖啡厅 都是只适合年轻人啦 或上班族啦 可是其实妈妈也想喝个 舒适的下午茶 可是小朋友怎么办呢 他们就是有一些区域 可以让小朋友在那里玩 或是有小花园什么的 就像遛狗一样 狗在外头混主人在里头 你没有小孩对不对 他把小孩混通狗 很多啦 他挺多妈妈这样听 会觉得很生气的 然后呢 也有比方说 像我最近去 因为每次去 其实都有新发现 我最近去那条街 我发现有一家新开的店 它是一个设计公司 它设计公司开在后面 它前面来要做什么呢 做那个股市唱盘的showroom 是因为那个老板呢 很喜欢收藏 然后他觉得既然我也收藏了 不如就公租同号 他就把它收集了几十个那种古的唱盘 而且都还可以听哦 还可以听黑胶的 就放来给大家 可以在那观赏 你可以去交换一下意见啦 或者你可以买 所以每一条街 你说的是青田街吗 哦 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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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台北你很熟 所以宝怡的介绍 比咱们俩介绍好多了 我听到这些 让大家知道 慧银 慧生慧银 慧银回到 亲眼所见 就亲眼所见 真的是台北人的这种小生活 小生活 小趣味 我觉得这台北人的这个小啊 是最有意思的 最适合我们小男人去 你知道吗 我就说 而且我这次见到这个宝怡啊 我就跟他说 我倒不是说骂北京啊 我怎么真觉得 他住在北京的时候 老一点 老一点 不一样 我这次见到你 我觉得你年轻了好多 就像个小女孩一样啊 你打什么枪了 真的 脸上好像都白了 而且就是 皱纹都绷紧 在哪整的 没整 没整 还真没整 因为你看 还真没整 因为有整的 你看像奥斯卡的 你看Tom Cruise今年啊 哇 那个脸 简直就是 汤杰明的那个 精险里程 他整个就是 汤杰明伯特 整个好像回到了 比Top Gun那时候 更年轻的感觉 他是这样的吗 他应该有吧 他一定应该有吧 然后你看那些人 脸都这样 都是没表情 我倒觉得 那个主持人 打了肉毒感觉 他也都懂了 你去主持奥斯卡 你也会打的 为什么呀 你想出来见人嘛 对不对 总是要给他一种 耳目一新的感觉 哪一人也不打 见不着 闻到 不打都跟打了之后的样子 差不多都肿了 我可能是因为住在家里吧 因为我家在台北嘛 然后常常跟家里人见面 吃家里的饭 我朋友老是在外面吃 其实老在外面吃 比较油又比较咸 其实宝宇也是个爱玩 爱游的人 是吧 说是也是这个 这个你有一种 自己的旅游的什么理论 是不是 是吗 也不是 也不是旅游 我觉得旅游是会进化的 就是以前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旅游书嘛 对 然后说我们一定要去 这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 然后要拍到照片 然后买到纪念品 才觉得说我们真的去了 回来可以跟别人炫耀啊 到此也有了 对对 巴黎铁塔 比萨鞋塔 什么什么这个 对会变 但是我从去年开始 如果沉淀一点讲的话 可能因为去年我爷爷过世 去年我爷爷过世了 我外婆过世了 就是我们家有些长辈 陆续离去了 我突然觉得 心情上有点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就 我去旅行的时候 我也觉得 也不用太着急了 因为以前 我不太懂 因为以前常常说 父母栽不远游 是 然后比方说 我爷爷 因为生病了很多年 所以这些年 比方说我想去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常常是 已经都计划好了 但是我去不了 因为我觉得 突然又住院了 或是今天又说 进入加入病房了 我就想说 那算了 不要去了 现在就是 千万 对 你心里挂着事情 觉得好像放下了 你就觉得说 我可以 我好像变成一个 很自由的人 当你一旦自由了 你就不着急了 以前旅行很着急 会觉得 我什么都要看 什么都要玩 现在就是 我觉得如果能够融入 当地的气氛也好 好好的去呼吸 当地的空气 吃当地的东西 认识当地的人 才是真正的旅行 所以其实这个 你的旅游理论 是跟 是你的特殊情况吗 我觉得是跟人生的历程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 特别跟家人关系紧的人 是 你才会这么想 对不对 他说这种话 你想想看 一般人可能会懵一下 就是因为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你这样子 跟家人关系那么紧 寂寞 就是说出门的时候 常常想着 主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 或是因为你想这个事 我想这个事 对 他其实凑心多 你别看是一小孩样 你像文道 我也跟你说说 文道有他的旅游理论 我那天听他说 我也很神往 我准备那个强签三人行 赞助一下 好好好 我要去 免费 他是有点学术性的 你听他说说 这个土耳其 你去土耳其 我预备年底会 可能去大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 我是从威尼斯沿海路 到伊斯坦布尔 但这个路线 是有一个想法的 就是因为 这两个城市 恰恰是地中海 某个时段 最繁荣的两个城市 是两个帝国 一个就拜三庭 威尼斯沁是个帝国 海权帝国 共同繁荣 但是后来当土耳其 入侵拜占庭 就整个的衰落 我要看的就是 那时候他整个衰落的路线 我经过的城市 是按照他们 每一年的陷落 什么时候这个城市陷落 敌人手中 一路的这么去看 从西罗马到东罗马 看两个伟大帝国的 衰落的故事 好酷 因为人家不像我 我是连这个 小学生的课都没上 不是 你比如说 他的路线是什么 他就觉得说 这里哪里有贵的眼睛 哪里有贵的西装 这里有贵的鞋子 他就沿着这样 从头买到尾 这是他的旅行路线 是吗 是吗 不是吗 谁给钱呢 你自己给 我 罗马都没去过 像他能叫 什么叫深度旅游 就能到这样旅游的人 是一些必修课已经有了 比如说 罗马 纽约 或者这些中心大城市 早就去过了 所以才能进行这种 什么威尼斯 没有 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 其实他这个是一种玩法 像我现在的玩法 也有点 心态有点转变 是因为 因为我告诉我自己 我每一年 至少要花一个长的时间旅行 我本来今年是想着说 上半年一个月 下半年一个月 所以我看起来有点 不太 能成型 所以我只要维持下半年一个月 一年能够去下半年 至少一个月的旅行 我觉得就可以了 他的时间总在变 你看这一次 咱们在台湾十天 本来 宝宜 这个是有几天 不是几天 他本来是想 天天跟着咱们 天天跟着咱们一起走 所以本来我不想让你来的 我了解 我了解 我是最后才知道 有这事 他老就跟我说 你要来了 我就想说文道陪你来 我就不用常常陪着你 因为要你办法来湾人 也就是这么回事 你可能现在想 还是早知道我不来 结果他离时 他也是俗武繁忙 只能来一天 可是你怎么可能 去那么长的旅行呢 你工作那么多 就是要很认真的 强调这件事 但是只要你心里 有了这个底 你每次去旅行的时候 就不会着急 因为你不会觉得 这是最后一次 比方说像我现在开始 也是会 像我去年去欧洲 我就锁定一个城市 然后只在那个城市的周边玩 如果很多人 不要去欧洲 去十天 那一定就是 哇 和比 卢 法 义 什么全部都去变了 然后你觉得 好像盖章都盖满了 你才觉得 耶我去了 然后我值得这张机票了 但其实后来 我就乖乖的待一个城市 然后呢 我想 然后说我就做点功课 今天突然上网说 不如去海牙法庭看看吧 我就坐火车 原来这就是海牙法庭 门口有什么 然后带珍珠耳环的女孩 那幅画在哪里 然后看一下说 哇 嗯 真的很酷 然后李富兰博物馆 怎么样 好 可以了 然后第二天回家 就是昨天真的走太累了 然后在住的地方睡一天 我觉得好 好开心 太开心了 就像我那年在巴黎 我一气儿14天 我就不走了 就在巴黎待了两天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鸣极之水 最原酒精 年份端将 与酒共酒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你讲的这个生活状态 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也是在台 我的台湾好朋友这里 得到一个启发 得一什么启发呢 我觉得可以过一种 混吃等死的生活 就是说叫什么呢 也不能叫胡吃闷睡 我就说这个不着急 不着急 我们的问题 是不着急 因为我最近 就是咱们这次来台北 我跟我这朋友聊天 我说我总是觉得 时间很紧 因为要干的事情太多 焦虑了 我觉得没有寂寞的问题 我有充实过头的问题 就是说产生焦虑 他就说 我本来也是你这样 他后来 我现在想明白了 其实不用急 什么事你都是干不完的 他说我现在开始进入到一种 混吃灯 也不是混吃灯 那叫怎么说 就是完全自然的状态 他说我是什么状态 他说你比如晚上 想看书 我就一直看下去了 看到三点才睡 那我就睡 我就说 我说我现在要晚睡 我还早起 他说我也是 他但是我不管 就是如果七点钟醒过来 那就醒过来 醒过来就醒着 该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可能到十点 我十几点早餐又困了 困了我就倒头再睡 睡我就又醒 小儿我就又睡 他就说 我就是混吃灯 像猪一样的 什么叫 可是我们要上班怎么办呢 对 对啊 上班 对啊 我们上班难免焦虑 所以他就是邓小贤 你知道吗 这个贤人才能过这种生活 可是我跟你说 我注意你 还有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到一点 焦虑其实也在花你的时间 是 选择也在花你的时间 太花时间了 你说这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焦虑 其实已经花了你很多时间 你不焦虑 其实那个时间 你就能做很多事了 焦虑是很难控制的 对 跟个性其实有 你像昨天咱们都在成品 对吧 待了两个小时 然后文道收货很多 买了很多书 其实我在成品 待了两个小时 我只是在 我在四本 关于介绍罗马的导游书之间 选择了两个小时 最后买了一本 真是都文道 我觉得这个选择 要选到最好的 你知道这是一种强迫症 因为这个焦虑 我选到最好的 那么你就两个小时的时间看 它的地图怎么画的 这个地图字没有那个大 老花 老花 这个服务多一项 但是那个服务少一项 我就把这个台湾的 但是人家台湾 要不说这个旅游的书 编的也是挺透彻 其实香港旅游书 编的也很透彻 其实香港旅游书做的也不错 我觉得其实是看这个城市的旅游人口 这个需求 我觉得现在台湾 香港 其实往外走的人 都越来越多 但你要看 台湾现在自己的旅游书也很多 因为玩台湾的人越来越多 不是说外面来玩的人 而是自己玩自己的人 你有什么玩法 自己玩自己 说得好 说得好 我们整天 我们整天 都干这个事 台湾现在还真的有个会玩的 我最近看台湾报纸 好家伙 比我们狂啊 租了一辆台湾的 我就知道你要说 这是自己玩 而且是一女 十五男 你怎么只关心这件事 台湾发生很多事情 这个是台湾最重要的 台湾发生很多事情 为什么你只关心这件事 文涛你怎么了 你刚才跟我说这件事 我知道 但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在报纸上 因为你们本来要坐火车去台东嘛 对 然后你就说 我们有玩这一过 哈哈哈哈 他说你们明天坐火车去那个什么台东 他说路上很辛苦 要坐五个小时 不过你们可以租一个车厢 这个 不过这个要跟大陆关系解释一下 就最近台湾一个很大的新闻 对 说一女十五男租了一个台铁的车厢 大搞性爱 派对 搞了一路 对吧 其实 搞的不是太成功 你没看报道细节吗 实际上 因为当时 我看报道细节 然后呢 就首先呢 大家争论 那个女的是不是成年 叫小雨吧 后来发现 其实人家是够格的 17岁 可以玩 自愿的 可以玩 然后呢 那些男的呢 有问题了 因为有个组织者 他号召大家来 然后他一上车呢 就跟大家看死 看表 快快快 时间不够啊 待会得下车 该玩 该玩什么 玩什么 就跟我们导演一样 对 然后那十几个男的 忽然就紧张了 你知道吗 结果最后好像真的 去玩的就两三个 大部分人在旁观 没做成 但是呢 人家台铁 要不台湾人 其实挺爱面子 而且呢 台湾人 其实特别重视声誉 所以我就发现 所以你看我现在 不是很高兴 聊这个电视 不是生孩子 什么样很高兴 聊这个电视 名誉啊 你把我当下什么 名誉 人家这个台铁啊 就是现在上法庭 要告这些人 因为社会上 议论纷纷 说你们不知道 你们把我们的车厢 搞脏了 你知道吗 就告诉人家什么呢 人家没这个自由吗 我倒挺支持这帮人 败坏了生育 然后呢 说台湾警察 就到那个车厢上 你知道去搜证 去搜证 搜证就是说 他必须弄出点痕迹来啊 什么谋发 什么什么 结果神了 这个警察 什么都没有 一尘不染 干干净净 但是 不负责任 但是我看那报纸 台湾报纸有意思 台湾警察就用这个来断案 说他们要没乱搞 怎么会在事后 把地板擦得这么干干净净 是我没说错吧 这新闻 没有 最妙的是 我觉得你们两个 如鼠家珍对这条新闻 让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个新闻 其实虽然他也上了头版 好几天 某报纸的头版好几天 但我其实就看了 就过去了 我们爱台湾 我没有很关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他 你可以 如果你他真的犯了法 他就是一个社会案件 那有法律可以治他 那如果说大家要公论他的话 那就公论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不是 台湾普遍的现象 当然 而且不是天天发生的事情 只是因为 他可能有时候 其实也就是 其实跟轰趴很像 你在motel轰趴 你在哪里轰趴 你只是租了一个车厢 可是你租了那个车厢 关起门来 他可能 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算是四人空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法律是怎么判的 但我会觉得 这其实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 所以我就过去了 对我来说最讶异的是 两位来自内地的人雄 竟然这么喜欢这个新闻 我很关心台湾 我们也可以谈谈 台湾的这个美牛争论 没错没错 你看得很仔细 没错看了三天 台湾有什么新闻 说老实话 没有什么别的新闻 还有蓝宇的核废料 我们也在关心 美丽湾到底要不要建 还有十大夜市 这都重要 你看他完全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 他就关心电车 你爱台湾是有选择性的 我爱车厢 一跃千里 在环球事业下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 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咨询 无限共享 2012凤凰卫视强挡 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号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排 你说台北人 是不是其实挺宽容的 因为我听人说 那天和文道的朋友 还同性恋都结婚呢 什么的 对吧 就是后来书哥 就跟我们讲 说其实台湾人 你看他很有意思 包括这个同性恋 他都认为台北 是华人世界里 对这个大家 实际上最宽容的 我就说老人家呢 哎呀书哥就说 老人家就是 哎呀也不想问他们 是在干什么 就实际是不是 这么一种文化 大家玩的各玩各的 也不是说各玩各的 而是我觉得 大家变得 比较能够互相尊重 对方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 那你说老人家 其实他们可能也不想接受 但他们逼于无奈 比方说 不管是他们要维持 家庭的表面和谐也好 或者是他也觉得 他没有办法干涉 小孩子的自主权也好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都是朝着一个 大家更包容的方向去进行 就我尊重你嘛 但我不喜欢你买戴帽眼镜 好不好 我尊重你但我不喜欢 我先跟你这样讲 但是是不是两票对一票 那我就不能戴那个圆眼镜吗 没有太好看 对对对对对对 那要讲合适 抱歉 难道说长得丑的人有特权吗 哈哈哈 眼窝下 下线 但我们 但我们包容你 我今天看的胡适 咱们在胡适那个纪念馆看 胡适当年戴的那个很经典的 那个光镜 你说什么徐志摩 普遗不会戴那种吗 对呀 你就发现经典永恒 对你什么时候说起眼镜 永远的还是这种 所以我一直戴的方的多 所以我这次去台北 我看到了一个台北真是日本的老师傅 嗯 拿戴帽 台北的很多 对 做的这个手工 做的这种圆框的这个眼镜 嗯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要戴那种经典圆框眼镜 你要有经典的眼形才行 很保险 听他怎么发自个儿 这不是要点 但我想讲台湾我觉得有一点很好 就是那个宽容啊 是很健康的宽容 嗯 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呃 大概十年前的时候 我看到台湾一个报纸 他有个广告 是年轻人看的报纸 一个文艺报纸 他有个整版的广告 那个整版广告 其实是个爱情酒店的广告 嗯 然后他就一对男女 脸带笑容 非常阳光灿烂 你觉得他们好像一起 预备去图书馆一样 对着镜头笑 然后后面有一句话 写什么呢 说我们都是年轻人 我们很健康 一个礼拜 黑羞三次 我们要去台铁热箱 对对 然后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呃 台湾大概过去解研之后啊 有很多有心人 在信上面 做了很多解放运动 但那个解放的结果很健康 你看这个事 像这类型广告 大陆不会有 是 香港不会有 但是实际上 你会觉得大陆 那个淫乱起来 那个场面 可以比台湾严重很多 但是绝对不会这么说 就不会那么正面健康的说 哎 年轻人一个星期 该黑羞几次 怎么样 对 我有时候觉得台北 其实是很清洁的 他们讲这个姓氏 他们好像讲的 也很干净 对 有时候甚至听见你们 台北女孩子 说的去尿尿 我觉得听着 说的都很干净 是吗 影响太多了 对 有一次吴小丽说 哎 我要去去去 我觉得说的真可爱 哈哈哈哈 你怎么把吴小丽都出卖了 真的 我回去叫她说 不是 而且大家会觉得说 他原来吴小丽也去 不要 你说 我都会晓得 对 对 我觉得其实就好像 比较像我去欧洲的时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我发现有些东西 其实你越不压抑 大家就能够越 介意他们的心态 心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